今中国只是烟雾弹。宋志孝心有所属为他著迷。 宋志孝上节目自招理想情人,引起重怒。 图翻射。宋志孝IG,2010803.25。 韩国语星宋志孝与同为Running Man节目主持人今中国,数度传出交往传闻。 先前宋志孝以特别主持人身份上综艺节目《我家的熊孩子》,获得许多妈妈的喜爱,抢注要他当媳妇。 今中国的妈妈在节目中语出惊人爆出,志孝本来就是我的媳妇了。 让现场来宾惊呼连连。 不过他似乎厌倦这段绯闻的炒作了,还表示自己有喜欢的人,要大家别再把他跟金中国扯在一块。 宋志孝在韩国综艺节目认识的哥哥自招有喜欢的人,不过现场主持人仍不断开他玩笑,爱睡觉的他,在节目猜题的桥段中,他问在场主持人, 我很爱睡又不容易叫醒,但有这东西就会立刻醒来,是什么? 金西车立刻开玩笑大喊金中国,宋志孝立刻上前打他额头,笑翻全场。 而他在节目中解释,跟金中国的绯闻不是真的,直呼,别把我跟中国欧巴牵扯一起。 孩子招理想情人翻本,现场主持人竖起耳朵仔细听,没想到宋志孝竟说是变形金高里的柯伯文, 达尔揭晓后现场一片安静,主持人们都觉得被耍了相当生气。